娱乐乐翻天 一起为歌娱乐世界 娱乐乐翻天 娱乐一下子 娱乐乐翻天 江一燕回家乡领奖激动不已 我会努力成为真正的本质之光 谢谢 林云演电影版原香琪压力大 已经有很多人把这个角色做到很精彩 周一为做客娱乐乐翻天 对演员二字心存敬畏 我真的还不觉得我自己可以说成为一个 所谓的实力派的一个什么样代表 娱乐乐翻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好笑与丽 不厉害在点心面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京城 大家好 我是紫薇 昨天呢在节目中刚刚大家聊到我们的新兴电影节 也就是我们的绍兴柯桥新锐电影节 为期三天呢也是刚刚落下帷幕 现场也是请到了很多的艺人朋友前来助阵 有牛本老师李若彤 江一燕等等 现场牛本老师也是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哦 没错 说到这个新兴的电影节呢 当然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而大家最关心呢就是各大奖项的归属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各个奖项究竟花落谁家吧 日前为期三天的首届绍兴柯桥新锐电影节 正式落下帷幕 牛本 江一燕 李若彤等一众电影人走上闭幕式红毯 为这个新兴电影节助阵造势 作为土生土长的绍兴人 江一燕此次拿下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和绍兴之光两大奖项 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能够受到家乡奖项的肯定 江一燕也是十分激动 我觉得这个奖杯太成太成了 绍兴是一个人结地灵的地方 那在文艺界也有很多绍兴的前辈 比如说跟我住在一条街的六小云童老师 还有演过我父亲的陈道明老师 我觉得作为新的文艺的一部分 我要传承他们身上的精神也要突破 那我知道好像上星节几天 一直都是在全力马拉松 但是我没有能赶回来 我希望我可以开启一个电影的马拉松 我可以一直为电影事业奋斗 然后拍有社会价值的电影 然后谢谢上星政府 谢谢电影节给我这个奖 我会努力成为真正的绍兴之光 谢谢 活动现场83岁的老细鼓牛奔 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荣誉 握着手里陈甸甸的奖杯 牛奔也是发出了肺腑之言 立志要为中国电影奉献终身 我得过好几次的终身成就奖 但是我现在为中国电影工作 还没有到终身 我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 跟我们现在的明星的朋友们 同行们 伙伴们 一起为中国的电影又一个清纯 贡献我终身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 当晚李若彤也清零现场 作为最经典小龙女的扮演者获奖 他感恩金庸并发声力评每一位 曾扮演过小龙女的演员 今天我想有一件事 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员 我可以肯定告诉你 每一位演员 包括小龙女的每一位女性的演员 他们都有用心付出演出的 不管你那个任务喜不喜欢 我们也应该欣赏他们的付出的用力 我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认真 送给每一位演出小龙女的女性美感 由韩寒指导 沈腾影政主演的喜剧电影《飞驰人生》 日前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这部定档大年初一上映的影片 是一部讲述赛车题材的故事 辈子也是集结了一批懂赛车的演员 尤其是沈腾为了影片中的角色 专门接受特训 并获得了赛车手的资格 其实这部电影之前 我就比较喜欢赛车 我已经当时有两本赛照了 一个是在大波路开的 二一个是在可以进飘移场地 我已经有两本赛 那通过这部电影的集训 韩导演又帮我们签发了一个 这个合法的这个场地赛的赛车的赛 所以现在有这种三本赛照 就真正可以达到上赛道开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 你长期能喊赛我吗 没给他这个机会 影片有大量的飙车大戏 为此剧组在赛车系的呈现上 花了不少功夫 不仅改装了多辆顶级专业赛车 还远赴新疆巴音布鲁克取景拍摄 不过由于当地自然条件比较苛刻 沈腾当天直接吐槽太艰苦了 其实剧组很多的工作人员 当时都买了这个包 对我们的这个包度非常大 如果没有它 我们可能就在缓几天才能拍摄 因为当时的班伊布鲁克 根本都不是咬脸 吓 吓一个包 往上车后一天下去 就特别大 特别凶 不到这个 好多人都买了这个 近日演员林允现身上海出席某活动 在尝试过《战神记》 《斗魄苍穹》等古装 玄幻多种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后 林允又将回归现代戏了 接下来她和王大璐将合作翻拍 经典剧目《伊稳定情》电影版 在大家心目中 无论是郑元唱《林依晨》的版本 还是《博元宠》《佐藤兰子》的版本 都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这次再度翻拍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面对之前的优秀版本 和观众们的讨论 不知道主演林允 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呢 会比较没有安全感 就是因为已经有很多人 把这个角色推荐到很经典 然后也是导演 神圣导演给我的鼓励 还有大陆 除了同伴们的鼓励外 在台湾拍摄电影 也让身为吃货的林允 感到十分开心 就是很开心 然后因为我也是第一次 去台湾拍戏 然后每天都有喝珍珠奶 刚刚举办了51周年台庆的 香港无线电视台 最近又将给观众奉献多部新作品了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要数由陈豪和李耀翔 两位最佳男主角 联手主演的剧目杀手了 近日陈豪先生上海出席某活动 在活动现场 陈豪就和大家透露了这部新戏的拍摄进度 值得一提的是 陈豪和李耀翔也是通过这部剧 在多年后再度合作 时隔这么久 不知道陈豪感受如何呢 这回两位主演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就是杀手 在执行任务中难免会有动作打斗的戏份 这对于许久没有展现身手的陈豪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拍好像这样的动作戏吧 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的条件 虽然是蛮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也是急得的 最起码就是可以作为演员去挑战一下这角色 乐凡天综合报道 两位实力派的演员陈豪和李耀翔强强联手 也是让我们对这部戏更多的期待 而更加期待就是其中的男人戏份 而说到这个男演员 我觉得其实一定要经过时间的历练 他的演技才会得到爆发 所以演技才有更有味道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周一维 是 其实讲到周一维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叫大气晚成 其实他已经是出道了16年 前前后后也是演过了很多的戏 也演过了男主角或是男配角 而且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是直到今年的演技 经济类节目才被更多人所熟知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低调演戏 谦虚做人的周一维吧 今日电视剧《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正在热播 在剧中周一维饰演的大哥林陌晨 虽然只是个配角戏份不多 但还是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这两年随着戏剧作品和综艺节目的扎堆上映播出 周一维逐渐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演员 上周末演员周一维在上海出席了某品牌互动体验展活动 活动当天周一维不仅参观体验了展馆 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演艺道路上的点点滴滴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一维的演艺之路 娱乐乐翻天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维 演员周一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业表演系 毕业之后他就留校担任台词老师 黄罗丹 鲍贝尔等人都是周一维的学生 2004年海言剧《身牢大鱼》的播出 让饰演男一号流传的周一维第一次走进观众视线 随后他所参演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楼王之谜》等一系列作品也取得了不错的凡响 电影《盲人电影院》还获得了釜山电影节观众奖 2013年周一维参演了电影《绣春刀》 尽管这部影片中有张震 王千元 金世杰等演技派的精彩表演 但是周一维带来的演绎 却让每个观众印象深刻 公公要杀谁呀 北镇斧司 小棋关 金义川 谁 公公不知道他是我师弟吗 你这样的人 还在乎这些 公公你误会了 这个人可是我的至爱亲朋 手足兄弟呀 得交钱 《绣春刀》我是去看张震 然后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 我说这个演员是谁呀 我看完那个电影以后 我马上就去了解 我说周一维是谁 《绣春刀1》的那个 你不是演一个那个刺客吗 张震斧的 丁修 那个角色我特别喜欢 虽然成功塑造过不少角色 但周一维这个名字 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 还不是太熟悉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高产的演员 一年只拍一部戏的情况 时常发生 直到去年在某党演技竞技类节目中 周一维用一丝不苟的表演态度 以及专业的演技 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节目播出后 越来越多的人 对他刮目相看 也越来越多的人 记住了周一维的名字 最终他一举夺魁 获得了总冠军 恭喜周一维成为本季 演员的诞生 总冠军 虽然大家对周一维的评价 都是一个实力派演员 但是对此周一维却十分谦虚 对我来说 所谓的实力 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 日常点点滴滴的一个积累 一个熟练的匠人 是需要用他 今年累月的积累 去换回来的 对于演员这个职业 更是这样的 必须是一点一点去磨砺 所以谈不上实不实力 不敢这么说的 不敢这么说的 在周一维看来 演员这两个字 分量太重 需要敬畏 表演是一门科学 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 它是 它是 它是一个极大成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对于我来说 我触碰了它一点点 我算是开了一扇 小窗户 能够窥见了 这样一个职业本身 可是我真的还 不觉得我自己 可以说成为一个 所谓的实力派的 一个什么样的代表 我觉得这个 我是不够资格的 正是这种谦卑的态度 让周一维 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 经典的人物 不知道接下来 他还希望挑战 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一个真正的演员 说他想要尝试的 永远是一个好的角色 一个好的戏里的 好的角色 而不存在说 我要去演某一个角色 某一个角色 只是一个单独的形象 但他在每一个不同的 单独的戏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两年周一维 在得到了荣誉和赞美的同时 也面临着不少的质疑之深 而对于这些深意 周一维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这事很正常嘛 翻回来 其实我是一个想要认识 真实把这些人做好的人 不管是于我 还是于别人 我都希望大家能关注 这件事情本身 我不能够排斥别的 就像我从前经常会说 表演者本身 就是一个当众孤独的职业 不管是在职业范畴 本身而言 还是在职业范畴之外而言 它不单独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不会单独地 为我自己而感到 过多的情绪 我不会过多地折磨我自己的 当然如果是我的问题 我改正 该是我不对敌方 我承认 低调演戏 谦虚做人 期待一新 只想演好戏的周一维 能为观众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乐翻天 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好吃要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 独家光明播出的 一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精神 大家好 我是紫薇 是的 我平时看到紫薇的朋友圈里面 经常会发一些 和自己的爱狗之间的互动和日常 会发现紫薇肯定是个 非常有爱心的人 非常喜欢小动物 是 我真的特别喜欢 小动物 小狗狗 或者是小猫咪之类的 而且有的时候 我在路上 经常会看到一些流浪的猫猫狗狗 所以我都随身带一点猫粮 或者是狗粮 看到它们的时候 可以给它们吃 因为我的能力有限 没办法说给大家 多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能 来保护它们的 说得太好了 其实我们这些流浪的小动物 确实需要很多的人 来关心照顾它们 那在北京呢 最近就举行了这样一个活动 众多艺人也是参与到其中 呼吁大家要多多关注 野生动植物 近日2018年 野生动植物卫视行动 即第六届 野生动植物卫视奖 颁奖活动在北京举行 作为演艺圈的代表 海青和迪丽热巴 也都受邀出席活动 当天迪丽热巴 被授予野生生物保护协会 中国区青山大使的荣誉称号 对于自己能获得这份殊荣 迪丽热巴表示 会尽自己的努力 去号召更多人 关注野生动植物 我觉得沉的不单 需要这个殊荣 还有这份责任 我要特别感谢 野生生物协会 保护协会 对我的信任和肯定 属于我中国区青山大使 这个成本 希望呢 也在经济几年 的力量和最大的努力 是为更多人 去关注到保护野生 动植物的 这项工作当中 曾持续为非洲野生动物 保护发生的海青 当天也是获得了 第六届野生动植物 无被释降 到了非洲野生 我才真的都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 叫能兵的世界 那个世界叫动物世界 不能因为能兵世界的破章 而期待了动物世界 我们是在一个地球上 所以就更可以 发动动物的世界 来进而去保护 保护他们 因为他们看美了 如果将来我们的孩子 最后所压力的动物 越来越少 整个这个地球 就会只剩下人类 那这些地球 会非常非常地悲哀 除了呼吁更多人 关注野生动植物外 海青在现场 还积极为大家 科普了不少 有关于地球工艺的知识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行为去对于 替代这个野生动物 制品的交代 我们可以支援 当地的建设 我们用过来 当地的其他的一些 一定是必要买象牙 买这个虎牙 买这个吸烟粉 或者是这些 这些东西 对动物的残 还是非常非常 这个不满 包括说熊胆 很多这些东西 对于他们来说 是生命的问题 乐凡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 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奖品 上去娱乐显微镜的答案是 吴磊 恭喜这位幸运观众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戴着帽子的人是谁 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乐凡天官方微博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化 就有机会获得 玻璃海台所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 是的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就能登陆以下网站 或者手机下载 海博TV客户端 就可获取 没错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下会在娱乐乐凡天